各位朋友親 大家好 我是陳美冠 歡迎收看今天的5月17號的歡迎新聞 從今年初開始 地外的價格一直都很晚 在這5月初在打賣平均的價格項位突破80塊 為了要到政治項位的價格項 政府有休息一天來應用 但是對到價格項影響並沒有多 這幾天價格項的飲料也收到大家重視 甚至有影響到地外有勝率 作成競會困難 對出婚人罵兵市場就表示 也正對到市場的情景不大 更多的價格項館是主要世界地外的價格項館 所以進口量減少所帶來應用 坎坊的手機一直跳不停 在打賣平均的班上 一看到地外走出來就馬上定價格項 要來唱地外囉 這價格項由60多塊一直到80多塊都有 在那間5月又有發出90多塊以上 昨天那一隻最高的有賣到90幾塊的 最高的 但是很少啦 那個是比較傳統市場那個肉攤在使用的 如果是加工豬它大概都會在70、23塊左右 所以昨天的雲林的平均價格是77塊 因為今天市場地外的價格項是一直很高 跟5月市民均在那裡打賣平均 也差一點就要打80 為了要了解市場價格項有效期一天來應用 但是對價格項影響並不斷 婚人罵馬平市場標示 因為5月底就是5日零 價格項影響會又起起 這一個禮拜跟下個禮拜 就是那個肉量需求 是它的高峰 所以說這幾天價格是應該會持續是微幅上漲的 面對地價蓋不停 大家也將問題智宏在那裡逛逛 已經加上街以廟 讓業生率減少所影響的 不過現在對這個公法 馬平市場也表示 其實影響不斷 地價關係專給的苦逝 我們那個進口豬肉量少的話 所以我們供應量會有不足一點 那國外的它的豬肉也是上揚的 所以它們進口量就減少一點 減少的話 那我們那個傳統市場供應量就會有一點不足 屬宰者是有比較壓力大一點 但是我們有聽他們這些市場說 吃素也不好吃 所以這就要請農政團隊跟馬平市場來做這個 今年5日坐這包藏用的豬肉 打賣就有可能就會破80塊 副國民對豬肉關係的問題 盤雄也會用豬肉來出生這齣 這幾年豬肉是真的難吃 也是要讓豬肉將心本賺回來 記者有真心 藏寶都 稍可疑